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盘收看齐古章 我是黄培硕 透过大盘持续过年封关前 然后一路往上再推升 当然这个地方从13981上来 它是一个推升的脉动 我说今年你就一组一组地看 透过这一组12345坡结束 结束完它就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这个12345坡 我说拉回了结构的时候 三坡的时候五坡 这边走了五小坡 那个闭解眼睛就要先占买方 而且那时候是在 就是元旦圣诞节那个假期 大概那个礼拜最重要 我说那礼拜量很缩 可是那个是布局的好时机 你闭解眼睛 你一定要占买方 因为你第一个 它有机会推动另外一个脉动 或是至少我说它区间震荡 这里还是相对下缘 对不对 果不其他它涨1500点上来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 总共现在这个地方 重点是这个脉动 如果推完它势必要整理 那如何判别这个脉动 到底推完了没有 以目前来看 我们旧线路线来看 你看它的小时线的部分 这一段推上来 从13981上来 当然这最底部 然后做一个打底 从这边正式往上推 这个明显大概这个脉动 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目前也是没有跌破 它很有机会沿着这个轨道 一路往上推 那这条线我认为 以目前的盘式结构 很好来判别 到底这个脉动推完了没有 你如果一直在 还在这个轨道上的话 其实它都一直有机会持续扩延 还没有走完 这大盘的结构 这大盘的结构 那期货的结构也一模一样 当然这个地方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整理 这个没有问题 你现在这个地方 重点现在这个地方 到底说它在12345坡 那一样如果的话 这边是12345坡的话 第五坡它 还是有机会出现扩延 只要这个 我说这个轨道它没有跌破的话 都有机会持续扩延 甚至它这边是同一个脉动 然后这里这个整理 那这三开始 三次一三次二往上走 一样不管哪个结构 这个轨道都不能跌破 一旦跌破它 这个脉动它就站高一个段落 先进入整理 那这样的话 把它分析起来 万一跌破 它进入整理 可是这种结构的整理 等会儿这种结构的整理 你说这结构 它初步就拉到这附近而已 都没有关系 变成怎么样 你指数的操作 大家要振作 可是你个股的部分 可以不用理它 暂时可以不用理它 因为你就算说 这个脉动真的在结束 它先会在这个次约上 这边整理整理 这个整理的过程 很有机会整理结束 还要再推 还要再扩一 那就算没扩一 那个整理时间 一样个股还是该涨得上 个股表现差也很大 所以个股的部分 一样你就全力找股票来做 我当然一个前提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我们今年度的一个重点 操作原则都是 低阶 因为它是一个脉动 一个脉动 特别有今年的大壁波 我说它 这当然是大一波落底 这个大转折不算 大壁波开始 它一个脉动 往上五波结束 一个完整架构结束 它往下 那修正五波小波结束 又往上 它是一个脉动 一个脉动 那我说今年有几个 这种比较重要的 终极数的转折 你好好把它掌握住 今年其实会很轻松 应付自如 那搭配个股来操作 如果是前面一个推动 那拉回整理 那个整体的过程 其实个股你不用 你其实还可以不用调节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 这个结构 这一段对不对 这一段比较长点 那这一段1500点 万一这段结束 它开始做一个拉回整理 那个个股就需要 该调节先调节 因为那种架构 就会有价差 像这种结构 这种是针对这个前面整理的 推动结束做整理 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就涨了涨了 有的建高点它拉回很深 有的才那一个 卖动大盘 再一路再拉回 因为它拉回的结构 是一个整理架构 它是一个整理结构 这种整理结构 是针对这段推动 所以怎么样 该涨的个股 还是往上表现 往上发展 所以重点就是你选股要选好 我说今年大逼波就是这样 一整年大概都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整个比较大的一个参考依据 是它一个卖动 一个卖动 一个卖动这样的走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而且会持续很久 大盘的结构是这样 期货结构也是一模一样 通过期货 我们快速再带来 期货结构 一万点 所以这整理要很久 这个A波已经十个月 说这个B波超过一年 现在都在这个里面 今年到现在开始 到年底都会在这个B波 当然你讲这个大B波 分析没有意义 大B波里面 一段上一段下 一段上一段下 这个就比较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你要把这些点位 把它好好掌握住 好好掌握住 这个改天我们就不要再讲 这个大结构 我们就讲这个大B波就好了 这个改天我就把它拉掉 这当下如何确定 它落底1262 这是第九波里面有五小波 也越过这个本身轨道 所以这就更确定 从这里就上来 你看我说这种结构就这样 一个卖动 这2500点 12月1号这个就建高 这个转折就要注意 它一下就很久一个月 到12月29才建低 13938号 这一下我说这种拉回来 整理的5波式的结构 比人经常买方 因为我说拉回 结构有时候是三段四 三段四很麻烦 不买又怕它开始涨上去 买的话又怕它也有一个第五小段 如果是出现这种第五小段 12345段 那就是闭着眼睛就这样买 因为这拉回整理的结构 就很标准 又干脆又明朗 所以你看从13938号又上来 这个结构也有机可循 从15119下来 15119这样 12345波 大中小 扣人的机会很低 当下是跟你这样分析 不是现在马后抛 现在已经涨上来 从这地方13981 这是大盘 起货是13938 从这边上来就1500点的 你当然现在是马后抛 没有来不及 当下 投入之后当下 这当下是129号最低点 13938 我说这边这结构是一个大中小 其实不容易扣人 好 因为这边最低点 果然真的是最低 那最低以后你看 又过两三天更确定 这个就更 这种就是更确定 确认大中小成型 因为它上它不会再扩延好 最后这边又上来 13989一路又涨1500点来到1559 行中开门盘第一天来1559 好 那这一段就不要理它了 我说一个麦动一个麦动 那现在就重点是这一段 13938 13938在这里13938 好 昨天也是 昨天1月31号 我说也是大概沿着轨道 它拉回 只要这个轨道没跌破 其实都有机会再往上扩延 好 那当然这个还是在这地方震荡 还是在这一样 这回到 那我只画一个红帮 这边照理 如果说这边有一个红帮 那是123速度 为什么我这边又只画一个红 比较确定 因为这个是一个确定 整理没有问题 这里的话比较模拟两可 有时候它是同一个麦动 那你整理 那你说这是同一个麦动的话 你这三个可能是扩延的 好 或者说它整理整理整理 碰到再往上走一个第五小步 好 所以现阶段都还是一个安全起战时 你说它那个盘马上要拉回来 可能性也不高 就算拉回来 等不就算拉回来这个结构 它也顶多拉回这一区间 这个股都没影响 当然指数部分你要振作 等不过这个指数部分你要好好判别 你要好好判别 个股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当然你操作指数 操作个股 不同的一个策略 要不同的策略 你说指数的话 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那边有一个麦动 那它123速波 那这个地方好 它你还是不要去追空 它还是会反弹 就是说它一定要 要空也要空 那个VIPO反弹的高点 或是说它拉回来 碰触这附近 你可以占买方 那停损就 也就很短 好 都有机可循 通过都有机可循 这是齐全的部分 这齐全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麦动 通过这个麦动 我判断了 这个麦动大概 这个轨道要跌破它才会结束 没跌破的话 它那个轨道大概还有机会 沿着轨道一路往上推 一路往上推 这是整个齐全的部分 那这样搭配各股的部分 我说虽然它小跌破 它还是会整理很久 不是那种这种 哇 整天还不行 所以各股当然要继续做多 通过各股要继续做多 当然你这个地方旋骨更重要 旋骨是重点 旋骨的 那改天如果说好 那万一那条三个轨道跌破怎么样 一样还是可以做多 一样是旋骨是重点 那你精简就好了 通过精简就好了 因为我就想要你说 像这种拉回那么久 一个月的时间 你很多个股还是涨翻天 有没有 涨的 你看我说这种三四七九 涨是在这里 十二月到一月是这一段 这个月它是不是涨很多 可是大盘这个月 十二月到一月是一直拉回来 拉回来一千一百点 有没有 所以这种结构 一样可以做多个股 就是你怎么去布局而已 整个是布局而已 那当然你现在在推 现在在推 当然这个地方布局是最漂亮 那一个礼拜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你在这个礼拜 就是要好好布局 这都是当下的 不是这么好怕的吗 很多人过来就爱 就把温古又怎么样 然后一大堆想东想西 我说我结构就是上 就是上 没有 不会有第二种结构 没有 我说上一个是 像现在这个是一个推动 有机会是一个推动 那我说至少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这里还是相对下缘 还是要往上 整体盘是你要把它理清 那今年大概就只是这样子 一个麦动一个麦动做 那你那个每个麦动 每个妈妈把它好好抓好 因为每个麦动 它长的族群不太一样 所以今年会是很丰收的一年 都不过你好好的把那些转折好好抓住 然后好好的悬骨来布局 好好的做 好 因为今年这个区间 一般区间震荡好像没什么好做 不是 因为这个区间太大 都不过这区间太大 这区间有6000点 从大夜坡落底下来 18619到12629 这个大概有6000点 那这是大夜坡结束 接下来我说这个大夜坡 它有这个区间有那么大 那么大 虽然美行民说 它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就把他说那区间 可是因为它区间震荡 那个幅度很大 每一个麦动每一个麦动 其实都相当的有肉 都相当有肉 所以要好好来珍惜 我说这个麦动 大夜坡的结构 那很多就我所学 同学大夜坡一般是让很多人 小夜坡啦 一般让很多人投资朋友赔钱 因为其他人最高杀地 最高杀地 他在那边可以杀地 你看他不行了杀地 他又上去 量价其他人最高他要下来 大BP的结构是长这样 所以你要逆向思考 今年度 我说你一个麦动做完 另外一个麦动他就往下 然后在另外一个麦动他就往下 这个结构把它掌握住 把它掌握住 个股也是一样 不过度去追高 这个个股看好 你格局也不要太短 格局把它拉大 一个麦动大概走完 要一段时间 完以后可能就要换股操作 可能就要换股操作 我们来看个股的部分 这两个股票其实 之前一路在跟你谈 现在也很多人在谈 因为我昨天涨停 昨天亮亮又爆亮 我说这股票大概 最近就比较热门了 5258的红宝 那这之前 头部其实我说这之前 之前 去年5 6 7 8月 我们持续做了四个月 做了N次大获全胜 全胜 每一笔都赚钱 这个全国会都给做建设 完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 就完全没有再操作了 全部出光都没有再操作 那他再一路拉回来吴小波 到了10月27我们再重新再买这个股票 那是完美的操作 10月27再重新买 之前我就不讲了 这怎么讲10月27 这大盘落底 10月25号的隔两天 红宝 那吴小波拉回 要开始往上走 所以我们要去买他 但是买是53.3 然后就从这个地方 涨到73.9 在这里 这天最低50 吴小波接下来拉回 那我说这种推出去 然后这边恒台震荡 你这找低点买 还是往上走 因为他后面的营运动 真的是太劲爆了 我说单级不止2块钱 那就是3块以上 而且第四季还有可能3块半以上 今年法兰股8块 我认为是9块以上 股价60几块70块 我跟你一直谈的时候 都是在60几块 那时候股性比较稳吞 不太会动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太会动 不太会动 那我说你看他推一个 就算他是A坡好了 恒台整理B坡 你这个还是给西坡上来 还是给西坡上来 而且现在正在运行 你西坡从这里开始 如果说西坡好了 一二三段 你这结构正在 正在 现在正在推升当中 正在推升当中 正在推升当中 这是5258红包 那你自己去看他已经动了 那现在八字头 还是相对偏低估啦 还是相对偏低估啦 还是相对偏低估 有没有 好 红包 那西坡开盘盘开始就飙啦 71.8涨4.2% 昨天亮灯啦 昨天亮灯78.6% 今天又再重高 最高到82.5% 82.5% 5258红包 相信大概应该近期 投股界很多人都会在谈这个股票 投资的股票如果是你长期我的观众 我大概讲了N变了 从这个地方 每天来来 没有没有停过 每天每天每天 我说他比较温吞 可是他的方向就是要往上走 没有问题 方向就是要往上走 跟你讲的时候都是低档 那其实他基本面有没有变 那个12月营收早就公布在那个地方了 12月营收早就公布在那个地方了 你把它自己稍微算一下就很清楚 他大概第四季有多少获利 而且他的展望 他的营运动能 他整个是一路的往上的 投资你自己看 他这种表现是一路往上这样的 歪歪歪都一路在成长 一路在成长 不突然冒出一个月好 然后再来就不好 没有 持续性很稳定的在往上成长 对不对 好 那整个营运动能是相当强劲的 那这个 这个是现在你可以看得到 不是吧 好久以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吧 投资这些数字都在这个地方 很久以前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当时12月的 你说当然1月10号才公布 可是在1月10号以前12月 在操作 一样这个你自己看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展望 他的一个成长动力就知道说 那12月应该也不错 就他有个趋势在 他有个趋势在 那你12月再暴冲出来 那你再换算他的第四季 整季的一个营收 然后再换算他的毛利 然后弄一弄他的一个股本 大概你赚多少钱 其实可以 大概可以估吧 其实我们每次估的都还相当的精准 后来公布的 都是我们估的上下 我们还会偏跑手估 都让我们估的还在高一点点 还在高一点 很多人购乎都这样 我说后面那个移民动能 其实我们检视的相当的严谨 相当严谨 有没有 那当然你基本面在搭配 怎么样 技术面来操作 对不对 大家技术面来操作 这个地方 我说他这顶多就是一个 V波红台震荡 一样他是往上 那还有机会 他是一个第一半 初生段一 拉回来二 然后往上现在走一个是 第三小波的主生段 不管第三小波 不管西波都一样 是往上的发展 对不对 那有没有让我会很失望 有没有 V58的红包 而且又再冲到82.5 好 那3479的安琴 这个结构是一个推升的脉动 其实我说你现在很多 就是大盘 2000多个股 其实有不多的 没有很多的个股 它是一个推升的脉动的 当然现在很多 有很多老师有涨很多 跌升反弹的比较多 整个长线能够在推升的个股 其实我们讲坦白话 不多 可是因为之前跌很深 跌很深以后它会反弹 反弹里面细微波 当然有一些小推升是五小波的 可是那整组来看 它是一个细微波的小推升 比较大级数的推升 其实现阶段的台股里面 不多 很多是跌很深 那当然进入一个区间震荡 那从底部上来 当然它幅度比较大 细微波有推动 其实整个大级数是没有推动 那这个股票 我认为它是一个推升 我推升的 大级数推升的股票 其实不多 379安琴 这边一段 这边一段 然后这个30万 那时候应该推 我们去买它 拉两个到876 涨高拉回 拉回拉回你才赞 不要追高 追高每次赔10块又杀地 杀地我们去捡 4位是9号 你这简单的 第三波算是1 2 3 拉回来4还有个5 至少先过高 有没有 拉回来我们就买78 77.7我们买78 隔天就马上又拉843 866 最高是通常90 对不对 那3至5结束它要拉回来 有没有就这一段 第三波它是 这个地方开始推 第三波它看起来是一个345 1 2 3 4 5波 这是一组卖动 结束 第三波结束 括号的3结束 里面小圈圈的1 2 3 4 5波 有没有 拉好拉回来4 一样还要是过高 那当然这个过高 不是不一定马上一次就过 有时候它简单整理一次就过 走第5波 有时候它是要做一个A B C 再往第5波 都一样 你这个地方第一次拉回来 你还是要上买方 为什么 你做它一个B波反弹 或是第5波开始走 都一样 它拉回来是来到次级市场区附近 我常常讲的叫做次级市场区 这边第三波就刮了 这次级市场是圈圈的 有没有 1 2 3 4 5 这次级市场区 它就拉回来附近 就是买一点 买一点才会往上走 有没有 三四七有安琴 所以你刚刚拉回来七七点三 你又买它又叫七九三 又到八一四 昨天到八三三 今天直接冲到多少 86.2 今天又涨了5%多 三四七九有安琴 你看我们跟你谈的都是 拉回来没人要的时候跟你谈 都是大幅度拉回的时候跟你谈 很少人这样跟你谈 像这个买点也是红黑棒 那个烂透了我们跟你 有没有 说买点把它上去 每次你一般都是在那边追高 都是红棒然后在那边拿出来 特别介绍 你一介绍各人买下去刚好追高 我们都是这种一拉回来 拉回来因为拉回才有机会 拉回来有机会 你不要去顾虑追高 每次追高拉回来 然后又沙滴 然后追高拉回来又沙滴 追高拉回来又沙滴 这个每次拉回来 像这种又拉回来再次上去 又是买点 那我们实际也都是这样来操作 那这样才 我说今年大幅坡是这样 重点在操作 你个股同样 同样你也做安晴我也做安晴 可是不一样 你是那边追高杀地追高杀地 我们这边拉回买 然后上去出 拉回买上去出 这一来一回差很多 特别是一来一回差很多 那这个结构就跟我们分析了一样 我说这个第三坡结束 接下来他如果说第四坡简单结束 就走这就走第五坡 或是说他第四坡的时候 做一个负式整理 什么叫负式整理 小A 小B 小C 然后再上去这样子 那都一样 拉回就是占买方 拉回就是占买方 这是3479安晴 今天你看他又创 这个拉回反弹的新高了 86.2 好 那这新唐我说他比较慢比较慢 可是我说这五坡 五坡式的这个指叠是有效的 这一二三四五坡式有效 一个A 一个B 然后这个C就开始上来了 所以这算是比较慢 比较慢 可是你看他这也慢慢的上 从这个地方 这个你看这种时间 我们去买的这种时间 都是我说的那个 元旦前 然后圣诞假期那附近 12月20几号 到一月 就一月那时候连假 一月要有钱 就是都是在利用这个时间去买它 就是大盘的什么时候 头发就是大盘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大盘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 我说这地方你无论你要再买吧 而且这一买我们就给你规划 它到封关前 然后到延续新春抗盘之后 这整个是一个 往上的一个发展的结构 都如我们预期的 头发都如我们预期 来 头发快点 时间不太够 你看这慢慢上 118 127.5 131 今天多少 今天直接冲到142亮灯 4919的新唐 4919的新唐 头发你看我们选的这些个股 它时间的关系 时间的问题 它都会往上推 都会往上推 好 方向性我们 给它定的那个位阶 结构是相当漂亮的 也很精准 是很精准的 好 定位阶很重要 头发定位阶很重要 这4919的新唐 来 但是中壘虽然是比较慢 比较慢 可是一样这五波落底 也是有效的 也是有效的 那它做一个A 之前我们有做一个A 然后又拉回来 拉回来 我们又这个B波 我们又去买它 比较慢 可是也是慢慢的上来 今天又到82.5 5388的中壘 5388的中壘 好 这些结构都没变 只是这档比较 也是一样比较温吞 它 我说这五波 指叠是有效的 一个小A 一个小B 有没有 当然一样往上 还有一个小C 所以你像这样的老 这我们有做 上去我们有出 下来我们又做 现在又开始慢慢再上 讲坦白了 它运行的是比较慢一点点 是比较稳吞 可是结构是 没有 漂亮的 结构是漂亮的 结构是漂亮的 好 这是5388的中壘 5388的中壘 那你说像这种蓝店 一落底 我们就知道要买它 一买就到多少 就一路冲到314 那你就不要追高 它再拉回 拉回这附近就要占买房了 头发占买房你看 它今天又冲到多少 又冲到25 258.5了 反弹又创新稿 时间不太够 来 我说只有出色的伙伴 才能够帮助你看见 远大的宏图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其实我们都规划了 相当的严谨 认同理念的 赶快跟上脚步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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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虎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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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同步 真心照顾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钓干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车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好 好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播话已等就对啦 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说你需要的不是那些名嘴解盘师 要是能够看到未来的怎么样 一流操盘手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我们都规划得相当的严谨 任种理念的 欢迎你赶快跟上脚步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最近出现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们是新主日 如COVID-19日风产 昨天港带 本带到自货的重人 和西蒙凤阳 为了报复七家 和顺帖的亲戚朋友 已经做过 替西蒙日风产的 说来之外 大几岩 或是 替西蒙日风产的 看中才 还有 大几岩